Juan 那我們來看一下 Transmission Line Promit的部分 我們在上一堂課已經講,包含R L C G 这几个primiter的部分的话 那其中R跟L是conductor的部分 C跟G的部分是diological的部分 它的整个primiter的性质 所以我们基本上面 我们说我们把R、L 然后 然后我们的C 然后我们的G 这是我们transmission line的示意图 也就是说它的等效的 这个整个结果 所以R、L 那这几个primiter 其实在上一堂课里面 我们已经知道了说 G跟C的比值 是等于sigma比1 OK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的 然后我们在上一堂课又说了 我们说γ是等于α加Jβ 那最主要的这个α就是在整个transmission line里面的attimulation的部分 那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我们在上一堂课又告诉你们说 μ issue是等于根号LC 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在上一堂课已经知道了 这堂课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到底这些primiter在我们实际上的transmission line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 参数 那β这个部分的话 它其实就是跟我的face velocity有关系的 OK 那基本上面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基本上面是等于根号μ issue分之一 那也等于根号LC分之一 这是整个transmission line里面的face velocity的情况 那我们就针对两种最常用的transmission line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两个平行的这个导线 那两个导线呢 距离是低 OK 然后呢半径是A 小A的部分 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to wire 的transmission line 在之前 如果你把课本翻 翻到很前面 我们在讲电容的时候 那实际上我们已经算过这个的电容值 它的值 它的值就是等于pi issue accus cotene d除以2pi 这是法拉每米的情况 那由c的部分 那由c的部分 你就可以 c你已经知道了 OK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从这里最简单的就是c你已经知道了 你就可以知道l了 所以l的部分实际上就等于7分之μ issue 那你就可以把l值算出来 l值在这边你把它除一下 就会变成π分之μ accus d除以2pi 所以l你也知道了 那l值到以后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算机值 机值的部分的话 因为你c知道了 那机值的部分就等于 就等于 issium sigma c的部分 所以你的conductivity的部分就变成πissium 然后 upcos d除以 那当然 这个的话 这是cman除以米 它的单位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parameter 什么位置 哪一个地方 哪边 2a 抱歉 因为就是2a 半径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parameter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parameter是r 我们想要知道的r 那r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一需要有我们的这个power loss的部分 那perunium lens 你从这个去求 那我们可能 我们可能会比较能够 因为r的部分 其实就跟power loss有关系 所以我们说 在之前我们说这个power loss 就是单位 这个 长度里面的power loss 2para 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空心的 那电流是在这个表面流过去的 js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知道的是 这是2para 这表面积乘上你的point vector 这是point vector ok 那point vector在之前 我们已经知道 它是等于2分之1 rear part 这是surface current density 的绝对值平方 乘上你的gs gs 我们也知道 它有一个rear part rear part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r 然后imagine part 就是js 所以你取rear part的部分呢 就是1分之1的j平方 就是js 然后rs ok 那你现在 以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js是单位长度的电流密度 那换句话就是 等于i除上2pi 因为它是在surface表面的 ok 所以从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你把这个部分带进来 就变成是2pi a point vector的部分 把它带进来 1分之1 我把它直接带进来 p4分之1 i乘上2pi 然后乘上平方rs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成2pi 然后2分之1 i平方2pi a的平方rs 这是我们的point vector 那你把2pi除掉 就是2分之1的 i平方 然后rs除上2pi a 这是一条 其中的一条 那你现在有两条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total ok 那你的total的部分 你就刚好是 有两条的部分 这个p是komma的部分 r写成大写 就是等于2分两条 rs除上2pi a 然后乘以2 ok 那换句话说 它就等于i平方 这个值 就是我们的total的r ok 那这个total的r呢 在这边 你就可以知道 是两倍的rs除上2pi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看到了 r1你也得到了 所以 你非常清楚的 这四个parameter g c l r 这四个parameter 你都了解了 这是第一个case 那第二个case呢 一样的 我们是很 常常看到的 case2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同轴电缆的部分 那内径呢 如果是a 外径呢 是b 好 那我们说电流 不管是从外面流注货来 就是电流就是 从盐的表面 在这个流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在这边的 jsi 就是内径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你的电流 i除上2pi a 然后jso 就是外径的电流密度 就变成i 除上2pi b 就是电流i都是一样的情况 那只不过你的 这个 current density的部分的话呢 就依照你的半径 而有所不同的情况 那对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同样的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在之前 你已经把你的 电导 就是我们 不是电导 那个电感的部分 已经求出来了 那我们说这个是mu 除上2pi log的a分之b 这考试常常考 为什么考考 这些的原因就是 后面的部分会用到 那 l知道以后 c 你就知道 因为c是等于什么 mu issue 就等于lc 所以c呢 就等于是 l分之mu issue 那 你就可以马上 把它计算出来是 2pi issue 然后log的 b除以a ok 那 g g的话 是等于 sigma 除以issue 然后乘上capacite 那你也就把 capacite 带进来 那就是等于 2pi sigma log的 1除以a ok 这三个parameter 你都已经知道了 那 再来 你要求的就是r r跟那边是一样的 我们一样的去把 这个 power loss的部分 好 那你现在 你看到了 我们有两根 一根是内进的 另外一个是外进的部分 那你把它 内进的用i 外进的用o 来表示 那就变成是2pi 内进是a的部分 然后pointer 然后pointer i的部分 外进呢 是2pi b pointer 的sigma o ok 那你pointer 的部分 跟这边是一模一样了 你这是一根而已 一根导线 那就是空心的部分 所以你的pointer 一样的求化 那这边就变成是2pi a pointer 的部分就等于 这个内进的部分是 二分之一 i 2pi a 平方 乘上 rs 这是内进的部分 那 外进的呢 是2pi b 二分之一 半进的部分 是2pi b 除上i 平方 rs 其实这一项就是 我们的 jso的部分 ok 所以 你马上你可以知道 你的total的power loss 就等于 内进跟外进的比 那这两个比 将加起来的话 那你把它加起来的话 就等于 二分之一 ok 乘上i平方 r 那r的部分 实际上就是等于 ri加 ro 把它写在下面好了 也就等于你这边的消掉以后 好 这边消掉一个 这边也消掉一个 所以这变成是 rs 除上2pi a 加上rs 除上2pi 这个结果 ok 所以这两种case 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transmission line的一个情况 那这四个primeter 你都已经了解了 那就没问题了 那接着 这两种case里面的transmission line 还有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 rf的部分 是我们所要了解的 好 那我们接着 我们就要来探讨 rf是等于多少 那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ok 四个primeter 其实 你知道其中一个 你就可以去求 另外三个了 完全它之间的关系 就已经用了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接着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alpha怎么计算 好 alpha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alpha其实就是什么 luepod gamma 那gamma的部分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 说gamma 实际上 我可以把它写成 根号 这四个primeter 已经知道以后 我就搞把它写成 r加j omega的l 然后 这个g加j omega的c 这是我们之前的 所以 你只要把 这些你已经都知道的东西 放进来 去取luepod 你的gamma值 你就知道了 所以就是luepod r加j omega l跟g 加j omega c 这就是你的alpha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 我们的clg ok r都知道了以后 理论上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才对的 那 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取luepod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这个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把我们的 这个power loss的部分 这个rs的部分 再把它精进一下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cl是怎么求出来的话 那 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如果我们以facial来表示 ok 那 基本上面 在这里面的attumulation 这个 constant的部分的话 实际上 我们的vz 时间 的部分 已经拿掉了 因为用facial 所以 我们又假设这个transmission line 是无穷远的 没有 节止的部分 因为如果时间有 其实在这一节的后半部的时候 就开始 要先讲的就是说 这个transmission line 有止境的 到这一节的时候 我们在现在讲的就是说 我们的transmission line 电子波传地 只有一直往前传 没有什么 没有回备 没有反射 的部分 所以你只有 v正z的部分 那如果这个transmission line 是有节止的话 你就会有v负z的部分 跑出来 所以这个结果是等于v0 ok 正1负的gamma z 好 那alpha 加beta的部分的 你可以把它带进来 就是等于v0 然后 1负 我这个直接写成v0 ok 然后负的 alpha z 再加上 1负z beta 那一样的 电流的情况 也是同样的结果 我可以把我们的i0的部分呢 就直接写成v0 除上我的 这个impedance的部分 刚刚我们讲是等于2分之1的real part 那我把这个电压跟电流的部分把它相乘 你是要把电流的部分去compress conjugate的部分 那这一项一层出来 是两个带进来 你把vz跟iz带进来的部分就等于v0 绝对值平方 两倍的z0 绝对值 然后 1负2 alpha z 然后real part 的z0 那real part z0 就是我们的rs的部分 ok 换句话说 这就是 z0 v0 的平方 就是平方 1负2倍alpha z 这个呢 就是r ok 这都有part的部分出来 那 这里面的z0 这是r0 加jx 所以 由这里面 有这个结果的话 我再进一步的把 这一项 因为我想要求的是什么 我想要求的就是这个 alpha的部分 那我希望从power loss 知道alpha到底是多少 那还简单 我把power loss的部分 对值来为分 那对值为分的话 这一项就会有一个2 负2alpha跑出来了 所以你现在这个是等于负2alpha的pz 所以alpha是等于多少alpha你就可以知道说是等于这个负2pz分之1 rong pz 那有没有问题 ok 把这一项 定义成 因为这是负值 所以我们一般是把定义负号在这边 那这个是正的 这个就变成单位长度的power loss 这是随着长度的变化量 那所以我们就定义这个是单位长度的power loss 所以当你这样定义的时候 ok 这个pl 当你这样定义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了 alpha的值啊 直接你就可以 把它写成 2pz 分之这一项 负到plz 换句话说 你只要把你的power loss 随着时长度 随着这个位置的变化 你求出来的话 你基本上你的alpha你就得到 ok 那这个不 这个是我们一个 非常简单的 一个 方式去求我们的 这个 这个 attimulation line attimulation constant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依照 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两项 的部分我们给 我说 在刚开始 我们这堂课开始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醒你 所以基本上面我们是有一个电阻 我们的 attimulation line的这个 等效电路的时候 然后那是电这个电感 电阻跟电感 然后电容跟电导的部分 这样子的一个等效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就依照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有一个power loss 这个 是等于 二分之一的 i 因为r 你现在用r 所以ig 平方r 然后呢 在这边也有一个 它也是一个power loss的部分 那因为你是用电导表示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二分之一的 vz 平方g ok 所以 所以 半句话说 单位长度里面随着 单位长度的变化 你有 两项 一项是来自以conductor的部分 i z 平方r的部分 一项呢 是来自以 那个 dialectic的部分 这是单位长度里面的power loss的部分 这是两项的部分 ok 那这两项 基本上面 你把i 放进来 跟你的v 放进来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写进来 i的部分放进来 v放进来的话 那这个就是等于 b0 我们把它一下一下放进来 二分之一 vz 除以 z0 1费 1费 alpha z 这平方了 所以这个是两倍 那这个是结对值 再加上vz 然后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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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少了一个r 所以 我们把它提出来 vz 的绝对值的绝对值平方 2倍的z0 绝对值平方 这就等于 r加上vz 这边再乘上来 z0 平方 g 然后 1费2 alpha z 这是不一定 那不一定 ok 所以你看到了 这一项的 就是你的 我们说我们要把pz除上 除掉就是我们的r 所以我们马上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的alpha alpha的结果就等于 plz 然后两倍的pz 换句话说 你现在的alpha 没有关系 这个是一个genal case的部分 我们就直接判到的 那 实际上这一项的 z0分之v0 是你的pz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变成是2 然后r0 分子1 r加z0平方g ok 因为pz的话是 v0绝对值平方z0 哪一个地方 这下面 这个是v 这一项你可以把它带成v0 1负2alpha z ok 对 就是这边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 一个transmission line 你可以看到的 那 再来我们会看一下 我说 对这个transmission line 它非常low loss的情况 ok 那如果low loss的部分的话 你的z0 z0本来是等于r0加z 这个x0的部分 那low loss的话就代表是什么 low loss的部分就代表什么 这个很小嘛 这个很小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差不多 r0的部分 就等于l除以c 所以你马上你可以知道我们的alpha 这个alpha值 z0的部分你就可以把这个带进来 ok 那就变成两倍的r0分之1 这是r0 ok 这个r再加上z0的部分就是这个值 也就是z0其实就是r0的平方区 那你也可以把它更号rlc r加上lcg把它放进来 所以这个alpha你就得到了 那如果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的话 我说 我们在上一次有讲到说 r除以l 如果是等于g除以c 这个条件的话 那就是一个什么 distortionist 来 ok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你看到的 在之前我们也算过 z0的话就是差不多是r0了 那也就等于更号lc ok 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的话 你可以进一步 你把你的alpha值 把它写到这边来 alpha的部分的话呢 就等于二分之一 我们的 这个r0的部分是等于更号lc 所以 更号 l除以c 分之一 然后 r加上 我把z0的部分是等于r0放进来 r0又是等于 这个lc l除以c 然后g g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条件你存在 所以你的g的部分 然后跟r的部分 跟lc的部分 r刚好是等于 你把l移到过来 这两项是相等的 所以我可以把它直接写成 所以我可以把它写成 二分之一已经把它拿掉了 根号 就是等于 lc除以 l除以c 分之g 那这个除掉以后 这个除掉以后就变成l除以c g 这也可信 哦 翻句话说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啊 这是我们在之前 讲的transmission line的两种 special case low-lost case 跟distortionist line的情况的时候 那你的阿华子怎么算出来 ok 那 那个transmission line 我们刚刚讲 你是无重远的 那这一项 本来它应该有两项啊 那这一项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传递是从 这个啊 正无重远到负无重远 这一项是从负无重远到正无重远 就是正G的方向 这是负G的方向在传递的 所以 这个 因为你的transmission line很远 很 无重远的话 这一项根本没有反射波 所以没有 那 后面的 如果你要进一步探讨 就变成是 你有真相 也有真相 因为你的transmission line是 有限长度 那有限长度 就有一个bundering 有bundering 就会反射 那就会有更复杂的现象 产生出来 ok 就是后面章节 在讲 没错